现在马上赖清德在520要上台 我想问问您 从您的角度来看 赖清德上台之后 他的两岸政策 包括未来的施政 和蔡英文有哪些不同之处 毕竟可能未来八年都是赖清德 甚至再往后 有可能又是肖美琴干多少年 所以未来很多年 可能都是民进党在执政 而且共产党如果要是对台湾动武 或者是有任何的 这种比较激进的做法 那很可能是在未来的几年 也就是赖清德任总统的这几年 那这个可能冲突或者危险性 都在不断升高 那赖清德上台之后 您觉得会和之前有哪些不同之处 那很快马上美国又要大选 那川普如果再上台 那就变成了川普 赖清德 习近平 那这三角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冲突 或者是有什么演变 就是组织上和政策上是两回事 组织上讲赖和蔡是属于不同的派系 但政策上讲赖至少最初一定会走蔡英勇的路下 这应该是他上台的承诺之一 因为台美关系当中美国是主动的 台湾是被动的 所以主要尽量是美国 不要说这赖清德接着蔡英勇 就是政党人替 犯了政党对美政策都不能够有大变化 因为这是美国把握了很紧的范围里 如果你没有在上台之前就先跟美方沟通 把实在事情说好的话 你大概根本上不了台了 所以赖清德肯定也是有沟通有承诺的 而且肖美琴是赖他那种最像蔡英勇的人 他自己的专业又是搞对美沟通的 所以三方面毕竟是早有默契的 甚至可以说肖美琴就是蔡英勇 留见赖清德政府内部的自己人 或者来把关 保证蔡英勇政权后期的对美政策 能够平稳过渡 而赖清德政权相对于没有外交经验 完全是技术官僚出身 从来没有搞过外交 从我们一方面起来 所以赖政府一定会延续蔡英勇的政策 只要不暴发战争的话 他这个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在组织上那又是另外一杯的 赖和蔡英勇之间有台独和华人之别 赖清德是台独自己人 相当于是延教子主义的态系 如果只依靠他自己的核心力量的话 那么这个基本盘不会大到能够保证总统选举胜利 而蔡英勇那就是统战性比较强的人物 他能够团结其实并非台独的很多派系 同时他自己的政策也比较接近华族而不是台独 他们两个人在民党内部的派系全是一样的 彼此之间的猜疑也很深 只不过按照民进党派系共治的传统的话 不同派系像日本自民党的传统的不同派系 你上往下也是正确的建策 但是无论谁上谁下 没有非常重大的理由的话 原有的派系基本上不会轻易发生变化 所以按一面 赖的派系和蔡的派系 依赴蔡的 在蔡资的资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统战 统战把民党打造成一个曼德纳式的长期执政党 使过去在革命党时期被看着是南营外围的各种社会势力 放心地归附到蔡英文的政府底下 在赖政府时期 这一点就有了问题 就是赖跟南部三角洲核心地区的派系的关系之身 他对外交政策不是他能够有所作为的主要地方 但是内部的资源分配 包括民进党 因为照民进党的传统 盛选的总统对党务是有极大反应权的 对党内资源和人事的调配 以及作为总统作为一个强行任、弱立法的传统国家 在国内的自然调配方面 会有很多向中南部倾斜的做法 向他自己派起倾斜的做法 一召天子一召城 现在民进党内部已经开始有一些人事方面的异动 过去在英系掌控时期比较疯狼的那些人 今后都要面临失业的危险 但是赖资深的派系是不大的 比如说他依靠资深的派系基本盘不容易维持政局的肯定 他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操作不当的话 如果把排斥运席的手段做得不错、技巧不好的话 很容易把自己做成六亿个程度贬的 但是为了避免把自己做成六亿个程度贬的就滥行混乱 这肯定不是资深的派系谁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一点将来是很会参疑的 就是怎样利用国际形势来最大化 扩张自己的基本盘的政治利益 和争取一个在未来的更多空间 是侠义的台独,而不是广义的华独 因为广义的华独实际上已经是指振党的 所有的资源都掌在他手里面 已经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敌手了 而侠义的台独的前途跟耐心者本人的操作水平 和估计形势的能力使关系非常的大 台湾部系的过去的人口和资源一直向大台北人倾斜 以分产资源均衡建设为地由 把部分资源向中南部倾斜 将人口和资源吸引到南台湾人 同时借此机会招降那盼、培养自然的子弟 通过建设经济和社会 使自己的基本盘壮大起来、干部队强大起来 把民进党内的其他议题排斥开取 这个应该是一步好奇 我认为赖兴才在内政方面是会做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这事情并不好办 这个难度跟蔡英文搞年金改革是一样的 蔡英文居然能够有机无险把这些人搞成 说明他还是真有手腕的 耐性能有没有足够的手腕 现在还不好判断 这种事情搞得不好的话 是容易把自己在党内和国队搞成薄牙 搞成一种虽然是战略的角度 去搞得非常独立、四处控制的 并不是说我当了两个总统,是行动类的 我就事实做这种办法 民众党倒是有对台湾的影响 对赖的派系影响不大 因为赖的派系和蔡的派系一样是民进党的党内派系 这个党内派系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自己的组织性和谁是自己的人,谁不是自己的人 排斥一级,党头华裔的性格已经相当强谷 像自民党党的派系一样,边界已经相当清楚,有了一定的传统 不是外人,哪怕是可能争取选票的,像柯文哲一样,可能争取选票的外人那种看重的 比如说,柯文哲可以提一些人在运代的派系和蔡的派系有适应的地方去分散 去搞一些群众基础 但是这就派系本身只是压迫了他的那些资源,却不大会动达他的名字形式 柯文哲的主要问题的时候就是,他的声势虽然大,但是选丽很分散 在台北以外,大多数地方是行不成文物多数的,所以要形成封建式连古跨代的政治感觉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并不是说,选票有这么多,就能用自动转换为相应的力量 而在地化,不能成功的话,这些选票很能力侵犯,那么民众党自身就会靠路 现在民众党在台北以外的外地,不常还在招堂拿判就出来了 就是说,他还能够把自己的人 而他们的政治人员年龄偏轻,资厘偏少,政治经验太高 所以,尽管有群众基础,但是缺乏一个民众的干部队众,目前还不能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大三组形成很大的冲击 而赖厘偏少虽然自己的研究很要求,但是他所在的派系已经是经过了四代交替,更新换代了好几次,自身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他的真正问题就是,他如果是成功的,那么在他卸任之后,他的派系会变得比他在位时更加紧张,地位更加难以反动 如果他是失败的,他的派系虽然在他在位时平均的总统队上搞了很多半生不服务,但是得罪人太多 斧头舍尾,在他取材下台以后,政策无法的推行下去,而积累下来的狗盛却起了繁补一点的效果 他们所在比他上台以前更加紧张的,这两种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要看他自己对平时的评估和正好 现在有人担心,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对华政策或者特别是对台海问题会有哪些变动? 其实不会有什么变动,川普的特点是,他是素人,尤其缺乏外交经验 跟拜登手下有很多专业外交人员,说话滴水不露是不一样的,而川普个性又很强 对于自己手下的外交专业像博尔登这种人,不是很肯听法。像博尔登最近已经出了好几本书,我看过博尔登写的书,得到的主要印象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僚想要操纵和指挥那些没有经验的政策家,而政策家却认为我自己的老板就算老子,所以双方的关系还找不到更高。 但是他跟主流媒体有关系不好,所以别人很容易把他的话夸张或者错误的理由,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我要敲打欧洲,让他们多出一些钱多吃利。如果是我上台的话,普京肯定会害怕我,事情不会搞这么糟。 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就跟他曾经说过那样,如果我上台的话,让我来,今天朝鲜的问题很多人都能够解决,都是一样的。真的很容易解决吗?提点也不。 你说他没有做吗?当然,犯着别人当总统的话,美国总统大概不会跟金山直接见面。见面有什么结果吗?没有。 谈到一半来说,川普胡销而去了,谈不成,还是谈不成。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特质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个话术的问题,事实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谈不成谈的。 而川普提出的条件跟美国利监总选的条件是差不多的。其实就是,给你改革采访,让你富裕起来,其他的东西就没想到。 金家的条件是,让我做毛泽东也做基辛格,但是金家没有这么大的分量,而中国也没有苏联当然那么分量。所以,好起来没有这么大的分量,值得收买信,川普也没办。 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反正川普就会说,川普丢了美国的人,历见美国总统都对这个独裁者不理不谈,而川普竟然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跟独裁者称兄道弟。 结果,称兄道弟后,你还谈不成,是不是丢了美国的人,都快对川普丢了。反过来,你要谈对川法就恰好相反。川普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人,历见美国政府都是暧昧、暧昧、暧昧也解决不了问题,而川普大胆拖腊一下就解决,当场护袖而去,给了独裁的人一个人一个耳光,川普才是真正代表美国人民和美国价值观的人,别人都是暧昧的随心分主。你看,这两种说法就是恰好相反。 恰好相反,其实都是同样的事实。川普说,我要跟普京谈一下就立刻能解决乌克兰的问题。这话说明,第一,他是个爱撑里面的人,第二,他不是个没有外交之面的人,他说这话就是说,我跟金正日谈一下就能解决。 如果他真的上台去解决的话,那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真的会去跟普京谈,但谈出来你我会跟金正日谈一模一样的。 川普自身没有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和愿望,他只是像很多外行一样。把外交事务错终护袋外交事务想得太简单了,想得非非替白了。 外行人总是这么一样的人,医生或者是所有的专家都讨厌外行的发言,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总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不是这样做的那样。 川普就说,发这场问题是什么复杂的呢?换了我,我好好地打一下这些恐怖分子,把大富汗牵入一楼上的东西也觉得那么,其实问题要复杂得多。 但是他并不是做了很多复杂的事。等他上了台,他身边就会有一帮博尔顿这样的专家,而且面不过,这样应该怎样?那应该怎样?他听着不及待他,但是其实也并不能怎样。 他也会跟普京谈判,但谈到一半以后,我发现就像金正日谈判一样,拂袖而去,因为双方的要求是根本谈不拢的,换圈不上其他人场也都是一样。 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最初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独立于中国的通华行动的,首先就是川普。川普是文字早派英文,中国最终的事情也不管。 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别人偏偏说,川普有可能阻败台湾,这跟川普在第一个季节任期的做法是恰好方法的。很明显这里面是有人在带人面,但是这个才重要。 就是台湾问题跟朝鲜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一样,都是错综复杂,不是靠一个领导拍脑就能改变的。 比较天真的,或者说想要伐仲取宠的外航领导人往往说,你们搞得这么复杂是因为你们不行,让我快刀转大方向,我搞得保证吗? 但他真的上台以后,真的搞起个人的外交,结果一定会给金山的个人外交一样。谈是可以谈的,成是成不了的。 结果必然以为是这样的,实际上不会发生任何重要的变化。 我们要注意的是,川普第一次上台以前,他也说过很多很多话。当时也有人抱怨说,川普上台就要减散整个西方联盟人员。川普已经当过四年了,他减散了谁?他只是各方面敲打了一口一圈,但是其实并没有敲打出什么成绩出来。 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不是说是换一个领导人,就能够随随便会进入共同的脑袋。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别有用心的隐身,都是用不着认真对待的。 真的要川普要上台的话,外交结构是最难改变的。它能够实际上的个人的外交不会比朝鲜那一次做得更多一些,而且它根本就没有意思。 而且,他真正对川普本人要表达的意思,经常跟主流媒体生出来的意思是相反的。这是他自身地位估计的一个表征。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更不能对那些非常可疑的一些认真对待。